嗨 大家好 我是Vic 我們開始吧 今天光陽發表一個小型的發表會 他們主軸是叫做油電進行式 那這個油電進行式 當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我還以為他們要發表一個 全新的油電混合動力的一個新一台車子 結果不是 他的油電進行式是 油是油 就是油車的部分 電是電 就是電車的部分 所以我誤會他了 不過沒關係 這個是我個人的一個觀點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今天到底是要發表什麼新東西 我們重點的資訊帶給大家 這次油電進行式 在電車的部分 他們主要是提供了一個優惠方案 那這個優惠方案 他們叫做輕移動88立即省 並且針對不同的車種 他們提供了不同的優惠時數 有36 42到48個月 他其實就是一個折扣的方案 有點類似我在買手機的時候 是不是會搭配一個月租方案 而這個月租方案 有時候我們是不是還會有一個回饋的 折扣費用給用戶 對不對 這次發表會 他們有針對不同的一些需求 他們有提供了低用量 中用量跟高用量 再搭配這個輕移動88立即省 你可以發現到原本月付要多少 去折掉這個88塊 他就換了一個優惠的月租費給大家 就是針對不同的使用者 然後提供不同的方案給各位 那接下來是油測的部分 也算是這一場大家或許會注意的細節 他其實就是大地名有125 然後他把它升級成2.0 那這2.0的部分 他升級哪些呢 主要是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引擎的部分 引擎這次他們是說 他們用了全新的引擎 他們叫做是Green Power 3 之前我們看到都是Green Power跟Green Power 2 那這次他們就說是Green Power 3 那另外一個改變呢 就是噴射系統的改變 以前大地名流125 他用的ECU是屬於關陽自製的ECU 那這一次的話 他們是換上了德國馬牌 那我稍微去看了一下 其實他就是M4系統的 我們看了一下 他的引擎的部分 說真的改變哪些 不知道 可是這次發表會 他是有講說 他有針對散熱的部分下去優化 但是其他像是引擎的Tooler有沒有改變 桿頭內孔有沒有改變 甚至床洞那邊有沒有改變 說真的 我們完全都不知道 在這種不知道的情況下 官方是有說 他的動力是有來到10.1馬力 跟之前相比起來都是有提升 所以對於這台車 實際上騎起來的動力到底是如何 有機會可以跟他們商見出來 我們來騎騎看到底差異是在哪裡 再來是噴射電腦的部分 我們剛剛影片前面有提到 噴射電腦 他是從以前的自製電腦 更換成德國馬牌 我相信各位大概應該又會在下面留言 就說 怎麼又是用西門子 怎麼不是用金冰等等之類的 其實說真的 我跟各位講 用哪一個電腦 其實對我來講都沒差 我最大的在意點就是 不要再發生容易熄火的狀況 這部分是我們所有消費者最希望的 也就是說他的妥善率是可以更好的 當然這次換掉官陽自製的電腦 換成西門子M4的系統 妥善率會不會提高呢 我覺得這個可以用時間來證明說一切 不過更換這個噴射電腦系統後 他的油耗是來到了一級 然後平均是落在61.3公里 就是一公升可以跑61.3公里 他們有幾台車有進入了60俱樂部 所以60俱樂部就是怎樣 就是他們的油耗全部都是來到6開頭 大地名流2.0 他也是61.3公里 然後之前發表的K1 他也是6字頭 再來就是優格 我們之前介紹的那一台優格 他也是6字頭 那個星豪邁他也是6開頭 最後還有一台是NICE 他也是6開頭 這幾台車全部都進入了6字頭 那剩餘的一些空間機能性表現 像是265的腳踏空間 755的坐墊高 Class C的大燈 甚至車廂空間的升級 沒錯就是提升 那你們可以看到還放上了這張圖 我覺得放上這張圖 下面的留言應該又會蠻精彩的 有可能就是所謂的 滿滿的致敬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一定會有這些留言產生 好啊那以上就是這次發表會的一些重要資訊 那接下來我有一些看法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在大地名流2.0 你仔細看他一些外觀 跟他一些規格 其實跟K1很像 你從腳踏空間來看 你也很像 你從車廂空間來看 也很像 引擎系統來看 Green Power 2升級到Green Power 3 然後電腦也是用馬牌的電腦 M4的 然後從原本的9.8變成10.1 當然一定是有優化 只是優化是優化在引擎上面 還是優化在油圖上面 點火上面 還是優化在傳統上面 通通都不知道 說真的 對於消費者來講 我自己的感覺 到底要選擇哪一台 你有沒有覺得有時候很難選擇 不要講各位 前陣子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要買車的時候 他們也是同步去看了我們的頻道影片 當然他就打電話給我跟我討論 他到了一大圈 看來看去 他面臨到的就是選擇性障礙 因為他在乎的是 車子的機能性 他雖然是很重要 但是他更重要的是 車子的妥善率是在哪裡 這部分 是我們必須要去注重的 那其他車種會不會有 也是都會有 只是出現率到底是多少 這部分 是我們消費者是在意的 所以我後來我跟他講說 與其你注重妥善率 你倒不如去注重一個 有哪一家車行 車業是你熟悉的 是可以幫你去維修的 我覺得這才是更重要的 遲疑猶豫的點 就是在這裡 當然 對於我們會修車的人來講 我說真的一句話 我自己會用 我自己就會去處理 可是那是我 如果我們站在消費者立場來講的話 我說真的 如果今天我不懂車 我也不了解車 我也不會修車 我純粹就只是把車拿來當作是代步使用 讓我上下班可以好好的去騎車 我買了一台車變成是 我要很擔心他會不會 半路就垢樓 或者是熄火 等等之類的 不要說各位 連我都會覺得很煩惱 好啊 以上就是這次發表會的一些重要資訊 以及我個人的一些觀點 你們都可以作為一個小小的參考 大地名流2.0 到底騎起來是怎樣 因為剛剛稍微做一下 我覺得他做起來 坐艙空間 跟我們之前熟悉的坐艙空間是不太一樣的 有可能我還沒有很特別的去騎他 因為大地名流我還沒有騎過 說真的我還沒有騎過 所以未來看有沒有機會借到這一台 然後我們再和大家分享 OK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很感謝你收看 喜歡我頻道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記得打開來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 按讚吧 ban 我們下班 我們下班 下班